- 戰錘四萬,混沌之門,惡魔獵人Warhammer 40K, Chaos Gate Daemon Hunters 在這款步調緊湊的回合制戰略角色扮演遊戲中,率領人類最強大的兵器 《灰騎士》運用你專屬惡魔獵人小隊的戰略和天賦 在電影般的劇情導向戰役中,根除遍及諸多星球的銀河級瘟疫 作為一名被標記的審判官,你將穿越西部邊境,追捕,狩獵和消滅 在這個領域漫遊的法師,用你摧毀的法師的超凡脫俗的血肉和骨頭製作獨特的武器和盔甲 《黃泉之路》 作為對他垂死主人的誓言,年輕的劍客洪樹發誓要保護他的城鎮 和他所愛的人民免受一切威脅 面對悲劇和責任,孤獨的武士必須超越生死 面對自己並決定前進的道路 遊戲有著令人嘆為觀止的鏡頭角度和經典武士電影的視覺效果 使用基於武士傳統武器的流暢戰鬥系統與邪幼劍客和超自然生物交戰 激動人心的動作和憂鬱的時刻 都有著令人難忘的配樂相應程序 旨在感受封建日本的獨特文化 阿喀劉斯 不為人知的傳奇 Achilles, Letems & Port 將於5月12日登陸並搶先體驗 故事發生於阿喀劉斯在特洛伊戰爭死亡後 轉入了冥王哈迪斯和戰神阿瑞斯之間的衝突 在哈迪斯的召喚幫助下,介入這場戰爭 本作結合了淚暗黑的視覺操作與淚魂的高難度要素 玩家將操控阿喀劉斯與神奇士兵和爪牙對戰 而戰鬥著重於冷兵器的砍殺 通過升級阿喀劉斯天賦技能 並通過鍛造來強化武器裝備 征服之歌《Sounds of Conquest》 是一款回合制戰略遊戲 靈感來源於90年代的經典作品 領導名為行使者的強大魔法師們 踏上未知土地上的歷險之旅 討伐不知自量的玩敵 獵取蘊含強力的神器 整個世界正盡待你征服 《Sounds of Conquest》 《Sounds of Conquest》 《Sounds of Conquest》 可以在單一遊戲和無機遊戲 遊戲有兩種方式 和幾種搭乎的圖案 也會有同樣的領導師 我們使用所有的圖案 在遊戲中的圖案 我們很興奮表演你遊戲 希望你會參與我們參與遊玩 《幻想大陸戰記》 盧納基亞傳說 《Brick and Dean, Your Lightened of Lunarsha》 本作是以迎接亂世的幻想世界 盧納基亞大陸 作為舞台的回合制戰棋遊戲 遊戲中共有六大陣營 跟玩家選擇 玩家可以調度一百名以上的騎士 以及召喚魔物 編成部隊 綜橫沙場 操控部隊作戰 以致把大陸為目標 不斷獲得勝利 《閃亂人人忍忍者大戰》 海王星少女們的饗宴 《Neptunia X Seren Capura》 《Ninja Wars》 系列中的兩個交戰國家 現在聯手打造了一款 《Hex Slash RPG》 從十個可玩角色中進行選擇 包括兩個新角色 突襲而來 機械忍者瞬間席捲了小國 Steam軍團的首領 由Gamer向世界宣布 決定世界最強學校的 超級忍者大戰即將開始 限戰 Line War 一種新型多人RTS風格的遊戲 包含CX、War Game、Auto Battler 和Real Time Tab Tips類型的元素 制定命令 並執行出色的策略 以贏得對手 而無需進行微操管理 精靈與項目之歌 Oken 這款回合之類ROBE策略遊戲的世界 非常神秘 需要玩家探索大象樹 召集戰友 收集附魔 了解如何利用站位 選擇如何升級你的卡牌 大合唱 Kantata 從三個派系之一中選擇一名指揮官 在充滿神秘科幻傳說的神秘星球上 探索 擴展和忍受各種戰役 在大型地圖上 進行戰術回合制戰鬥 本地加在線多人遊戲中 與朋友一起玩 享受遊戲 並使其成為您自己的遊戲 元素戰爭2 Elemental War 2 為你提供了經典的塔防體驗 並結合了創新的遊戲機制 只要你擊敗了一個元素怪 一個需要你付出一切來擊敗的強大的敵人 你就會得到它的元素時 你可以用它來建造全新的防禦塔 隨著你不斷的收集元素 你將一直有新的選擇 和塔的組合供你使用 黑暗任務 棋盤遊戲 Dark Quest Ford King 一款Roll Black元素的角色扮演遊戲 它模擬了您在計算機上 使用紙牌 頭子和微縮模型玩棋盤遊戲的體驗 您在英雄營地開始遊戲 您必須在那裡創建您的隊伍 然後通過選擇不同的區域 繼續環遊世界 根據你的隊伍的優勢和劣勢 選擇每個區域 繪之冒顯卡 直頭子 與怪物戰鬥 並到達混沌城堡 以擊敗巫師和它的魔法 實施戰爭模擬器2 Ultimate Epic Vital Simulator 2 這是現存最荒謬和瘋狂的戰鬥模擬器 在屏幕上創建數十萬 甚至數百萬個角色的 令人眼花撩亂的戰鬥 殺河模式將回歸 擁有無限的軍隊規模 和比以往更大的靈活性 FPS也將回歸 您將通過士兵的眼睛 以第一人稱與成群的殭屍作戰 是一款將敘事與解謎 相結合的文字遊戲 在故事中 你將通過各式各樣的連線謎題 進行模擬主角思考 和做決策的過程與結果 都掛著陰冷的笑容 與惡毒的眼神 凋進陷阱的他們哭喊著 他們血肉橫飛殘 絕仁華 站在外面的人 卻在狂笑 做好了吃肉喝血的準備 我皇后期間 也為自己來到了地獄 但此處並非別處 正是人間 王冠與王座 欺騙王國 Crowns and Pawns Kingdom of the Seat 古老的傳說揭開了現實的面紗 帶來了一場奇妙的冒險 揹起你的行囊 穿越現代歐洲 揭開一段乘風往事 品味一位 從未被加冕過的 國王的心酸秘史 蛤 那不像正確 所以這地方是甚麼 那是我的 標誌 我們永遠在這裡 We Were Here Forever 你們都被囚禁在 險惡的城堡眼中醒來 你們是被背叛了 還是根本沒有那麼聰明 在We Were Here系列的 最新合作解謎冒險中 找到答案 你和你的夥伴 是否有能力 面對這個領域的黑暗勢力 或者你會被困 永遠 王國之槍 KINGDOM GUN 單人 或者二到四個玩家組隊 在這個動作 Roguelite遊戲中 與敵人部落戰鬥 六個可玩的角色 揭秘 發掘特殊的技能 和海量獨特的裝備 你的任務就是探索一個未知的大陸 基於你選的角色 你選擇踏上大陸的原因 也會改變 征服 力量 知識 復仇 以及其他更多原因 永恆之刃 EVERBLAKE 在充滿危險 和謎題的世界中 跳躍 戰鬥 盤爬和飛行 發現隱藏的寶藏 並發展新技能 和破壞性攻擊 以幫助您對抗成群的邪惡 你會成功 並恢復世界秩序嗎? 死亡直播 Deadly Broadcast 是一款合作類恐怖生存遊戲 可以與一到四人一起玩 科學家創造出了 讓病人變成半人半魔的心臟 在被怪物殺死前 摧毀這些心臟 無論發生什麼 活下去繼續直播 相機準備好了 鏡頭已經架上 電池已滿 開始直播吧 為了給粉絲直播有趣的內容 你不知不覺間 進入到一家 就精神病院中 但是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 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 你必須在隊友和觀眾彈幕的幫助下 找到一條出路 封燈之日 Harvest Days 沒有人滿為患的交通 沒有鄰里的高樓大廈 沒有三點一線的乏味 逃離令人窒息的朝九晚五 迎接一個新的挑戰吧 在屬於你自己的小塊土地上 被溫順的動物和親切的友靈環繞的生活 正在變成現實 接管一個被遺忘的小農場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照顧動物或照料你的花園 收穫農作物 遺物換物 去垂吊或探索迷人的開放世界 揭開它的所有秘密 世界之大 任你遨遊 你準備好了嗎 Ari 新的邊境Ari A New Frontier 是一款故事驅動的3D飛行探索遊戲 您可以在其中控制一隻淚鳥生物 同時飛過一個森林奇境 但又平和的科幻世界 穿越時空追隨有趣的故事 在探索未知的多彩世界的同時 享受輕鬆的遊戲玩法 恐龍化石獵人 古生物學模擬器 Dinosaur fossil hunter 成為一名真正的古生物學家 探索各地 尋找尘封的恐龍遺跡 挖掘這些令人探為觀止生物遺骸 解密他們的進化之路 建立自己的博物館 在沉浸式遊戲中 體驗遠古的傳說 最好的月份 Best Month Ever 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 與路易斯同行 開啟一段人生中最重要的旅途 參與他跌宕起伏的情感歷程 設法引導他的兒子米奇 學會如何駕馭這個頗為殘酷的現代世界 您的選擇至關重要 百英雄傳 崛起Iodan Chronicle Rising 是由Netsum Atari製作 505 Games發行的一款 與百英雄傳同享世界觀的日式角色扮演遊戲 這款遊戲 將會結合驚險刺激的動作元素 和引人入勝的城鎮建設元素 並跟從原創故事線 向玩家們介紹 一部分將會在百英雄傳中登場的角色們 讓玩家對遊戲的世界觀能有完整的理解 最後玩家還能獲得一些 能繼承到百英雄傳中的小福利 公民沉睡者 Citizen Slitter 在星際資本主義的廢墟中 角色扮演過著逃跑工人的生活 被衝到星際社會邊緣的一個無法無天的車站 受到TRPT的靈活性和自由度的啟發 探索車站 選擇你的朋友 逃離你的過去 改變你的未來 爆走槍機 Widecat Gun Machine 是一款爆炸性過山車式遊戲 進入子彈亂射的地牢探索遊戲 你可利用各種槍枝 巨型機甲機器人和可愛的貓咪 對抗成群的噁心肉身獸 探索龐大的迷宮地牢 從惡魔般的長老神明手中 解救巨型機甲機器人 敵人遭遇戰頗具挑戰性 經過專門設計 而非隨機生成 可提供有難度的戰鬥謎題 全副武裝 掃蕩一片 慘烈犧牲 經勇復仇 40多種槍枝 可供選擇 每一種都各具特色 比如自動瞄準子彈 遠程激光束 或爆炸半徑巨大的爆彈 Rift Prex The Game 是一款多人派對遊戲 玩家可以在其中競箱 讓糟糕的電影變得有趣 你有成為下一個電影 即興表演天才的條件嗎? 帶上你的朋友 取笑一些 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電影吧 10,000 expertly crafted riffs 從我們的Rift Tracks Team 我還沒想過我看過這件事 Amazon送送機器 這裡有你的眼睛 瘋狂之源 Source of Madness 是一款橫向卷軸 Rogolite 黑暗風格動作遊戲 背景設在靈感 源自洛福克拉福特神話 以AI機器學習驅動 由程序自動生成的扭曲世界 沃土之地 你將成為一位新來的教徒 踏上噩夢般的旅程 揭開沃土之地 以及月球的神秘城塞 瘋狂之塔的終極秘密 春世百年超 La Centennial Case Achitima Story 本作為圍繞著永恆生命 展開的新本格派懸疑冒險遊戲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挑戰公平的推理謎題 搜集線索 建立假說 以邏輯解開謎團 發生在40間一族的神秘死亡事件 已持續了100年 造訪40間家的河河劍謠 是一名懸疑小說家 他將挑戰破解跨越世代 發生的四起殺人案 《論理的道路》 把別人指導 判斷後 有些倒楣地面 鬼玩人Evil Dead The Games 化身為標誌性的Evil Dead系列的 艾石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們 在這款滿載勁爆多人合作 及玩家對抗的遊戲中 通力合作以三代Evil Debt电影 以及STARS原创HVS Evil Debt电视剧集为舞台的游戏中 你将扮演由四位生存者组成的团队 通过探索 劫掠其他人的恐惧 并找到重要物品 来封印各个世界之间的缝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